诶,等一下先,那个是后面的故事,让我们从头开始讲 我的名字叫陈小玉,你们可以叫我小玉 出生在大三角,我的生活一直不变 每一天的开始,总是从睡醒了以后,梳洗,换好衣服,就出门去 其实我还是一名设计系的学生 每天都有不同的课约让我去探讨 我也是一个非常喜欢文化艺术的人 每当课余的时间,我会到阿贝公圈去走走看看 这个古色古香的庙呢,我也经常到庙里拜拜 祈求一切顺利平安 那每当拜拜完了之后呢,我也会在附近寻找美食 那其中我最喜欢的美食呢,就是芋头饭 也就是大三角的芋头饭专卖店 那这间专卖店呢,已经营业了差不多十几年了 从小吃到大的我,总是喜欢多点一个芋头饭 那你们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是不是吃得很满足 吃饱后,我才继续我一天的生活 小艺照着日常一样,醒来熟悉后才出门 这天,小艺照着每天熟悉的道路往被拱人前行 但是走着走着呢,当她瞬间抬起头时才发现 这条陌生的道路不是以往那熟悉的道路 她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里 只能选择迷迷的前行 否则小艺不小心撞到了一个陌生人 在向那个人道歉后 并向那个人寻问关于贝拱城的方向 对啊,贝拱城是这里啊,没有错啊 很久以前已经拆掉了,已经变了 小艺很失望的往前走 会想起以前被拱随的那些街景和那些美食 以往的那些回忆 瞬间全部都不见了 那些人都不见了 还在想起来 在这些街景上 都不见了 不见了 但是我说 我真的不见了 我真正想起来 我们不见了 我真正想起来 我真的不见了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